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16号发生枪击案 其中有6名亚裔女性遭枪击身亡 近日美国各地陆续发起了反对仇恨亚裔的抗议活动 不过在纽约和旧金山的集会中 背后都疑似有中共影子 在美国生活30年的华裔媒体人方伟 24号爆料中国大陆的共产党官员 正在动员美国的亲戚参加纽约的亚裔反歧视集会 另外居住在旧金山的华人胡经纬 在27号的亚裔反歧视集会 因举着中共是真正种族主义者 光复香港等标语 而遭到现场的亲共人士辱骂和推解 胡经纬向大剧院表示 永共反美的福建同乡会 激进的华人进步会等组织 动员很多人参加亚裔反歧视集会 资深媒体人陈凯分析 美国极左势力与中共是一丘之合 他们以种族歧视为幌子 要彻底否定了美国的价值和民主制度 达到颠覆西方民主世界 让极权共产主义统治世界 陈凯呼吁 华人要看清楚这场所谓反歧视的运动 背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新唐人TD是张瑞珍 整理报道 请问五三个字幕 背后能够多脖宏 怎样 � thermal ؤمن 修 靈